你这现在挑剂还需要那三八俩早了啊 我这挑剂欠一屁股 这样我能不要 伯姨 咱妈说要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所有钱都给你 何时这是给老丈人丈母娘画笔不成 开始跟我画呢 胃不好消化不了 我也消化不了 你看你 咱妈妈不是刚搬进咱那个婚房住吗 那个旧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还不如我卖了留点钱呢 那你跟我说这干啥 老两口的房子随他们处置呗 要不咱俩先借点把房子在鞋环上 剩下的慢慢给老两口吧 一举两得 妹妹啊 看你把这小三八打的啊 屁里啪啦笑 不好意思啊 你们的婚房装讯我可是花大吉时呢 先留点树啊 咱姐说的啥听见了吧 猫哥 脸真炸 我明白 之前在商务老家的时候 你丈母娘就说要包咱还房贷 你老丈人坚决不同意 这一完时得端皮啊 猫哥 咱也不要 伯姨 真不要啊 没发现你这么贪明啊 咱先吃饭 等会开个家庭会议 大家听听我猫哥这口气啊 好像他是家里一把手似的 大姐妹 咱姐又给你整火锅呢 今天又要吃大餐咯 叫好我先特制几份小料啊 蘸料不加蒜 味道少一半 再来点花生 搅拌一下 拿出上次给咱姐买的 太普多功能料理锅 每次都用它吃火锅 还烧烤了好几次呢 打开电源 选择火锅模式 调节温度 等待加热 放点火锅料 来点小青菜 它这个热的还挺快的 不用等太久 这个容量也挺大 咱七八人吃妥妥的 平时用的锅都能放到上面 烧个水啊 做个饭 行制不了 尝尝我亲手打的下滑 嗯 味道真不错 玉冰这小的真可呀 啊 不错啊 对不对 你爱喝沙奶啊 跟你舅妈一样 这还是前几天咱要走的时候 三姐给买的 咱下次要真正走了 还会有吗 猫哥 不会再有了啊 下次你们空手回去 完了猫哥 不舍得喝了咱们 三姐你还不知道吗 刀子这豆腐器啊 好像差不多有口头羊了 记着呢 姐夫 换这个浅一点的锅 再煎点牛排吃 先刷一层油 冷牛排 滋啦滋啦 好带劲啊 这个好了 刷两边 它这中间加热两边好温 天了也不怕肉娘了 我看它基本没有啥油 也不怕熏着孩子 鲸鲜菇加点酸辣酱好吃 这猫哥天天整得花里糊涩的 猫姐 刚才的火锅 你是没吃尽兴咋的啊 这个牛肥好好吃啊猫哥 吃完胖两句啊 帅帅 再来点 哎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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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吃完饭 这两天的姑姑可是混熟了啊 你看我这啥呀 回我形象的 人都齐了 开个家庭会议啊 听着苦气 你是主持人啊 啊 掌柜的 你先发话吧 有什么事了 我还不知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吗 我跟这婆婆不在公共 做不了准啊 你婆婆都回去办手续了 咱们等着拿钱吧 我家伙 看我们大朋友 没得啥能乐成这样啊 大自然没一片呢 这帅帅吃完饭就睡着了 哎呀 帅帅 不在乎那三瓜俩造 不感兴趣 哎呀 现在与陶佛 装逼 搞你妈手聊的美了 爸 我不要 我肯定不要 那姐夫都不要 我肯定也不能要呀 爸不用给我啊 别给我 你也不要算 你不要就我哪子了啊 我要要呀 咱们就我哪子了啊 哎呀 你这现在挑剂 还需要那三瓜俩造了啊 我这挑剂欠一屁股 咱们都不要 我感觉这一幕 在电视剧里出现过呀 一个房子引发的姐弟大战 爸 你听见了吧 这子女多有时候 真不一定是个好事 看她姐弟俩打起来了 我也别整了 我给个孙子留点 哎 看来这外孙 总归是外孙呀 刚也是开玩笑的 爸妈钱 他们自己支配吧 我知道你也不惦记 我知道你也不在意 啥眼神的 爸 你给我妈卖房子钱 你们就留着自己养老吧 谁也别给哈 你孙子有我们的 我跟余比证就行了 贝贝听见没 老爷把钱都给大苗花了 没有你的了 怎么办呀 嗯 相信吧 这你大姑姐就是个戏精 我也发现了 姐夫 交给你个任务啊 你刚刚把顺人哄睡了 赶紧把大苗哄睡 他可能哄了 又来一个 嗯 我是发现了 伙计 你是对前方不感兴趣 对吃的感兴趣啊 这个姐夫烤的蛋炒烤好吃了 你等着分钱呢 你不睡 赶紧睡觉熬啥呢 伙计 趁他们睡着了 我再问你一遍啊 你这大儿鞋子真不在意 这爸他们一天呢 我在意啥呀 等给我了再说呗 哼哼